好了 回來了 現在要講講主題 主題就是現在西方媒體說 中國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 搞海外警察局 其實這件事最早是什麼時候出來的呢? 這件事是11月的時候最早有說的 11月的時候就是FBI FBI他跟美國的國會議員說 中國在美國的城市未經授權 開了一些警察局 但是不是警察局 這個一定要告訴大家 那個是要加上一個引號 這個就是最初傳出來的時候 是荷蘭11月初的時候說的 11月18日的時候 這個消息就回到美國 應該要先說實際的日子情況 這個海外警察局的議題 其實已經說了很久了 在大忌院也有說 在台灣地區的媒體也有說的 在荷蘭那裡 是最初…不好意思 這個我都要說清楚 在荷蘭那裡是最初說的 他就說 有報告披露 這個中國執法機構 以外交服務為藉口 提供外交服務為藉口 在荷蘭境內搞警察局 來監管海外的中國人公民 以及滋擾異議員士 這個議題 本來我想都沒有了 過了一個月 誰知道昨天 CNN又炒過這件事 在這裡說 中國在海外搞了很多警察局 多到不得了 有些人還說到數字是怎樣呢 是超過100個的 就說中國利用 跟歐洲不同國家的關係 就在… 舉個例子 即是… 在意大利那裡 意大利那裡也試過 意大利那裡 試過有中國公安走 為什麼呢 問題就是… 在意大利的觀光區 有很多罪行 其實就是針對中國人的 為什麼會 在意大利那裡 一起巡邏呢 其實試過了 這些是在2010幾年的時候 我们就试过了 那个问题就是 有些地方他们的警察根本就没办法 确保中国旅客的安全 其实就是 结果现在这件事 最初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觉得没事 有中国的警察 有些地方是让你这样做 意大利之前就给了 现在给不给我不知道 但是2016年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就有 大家出来一起在罗马 就是斗兽场那里 那个遗迹那里一起巡逻 现在的关系是不是差了 差到这些事情做不到呢? 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是 我的看法就是 其实中国搞这些服务站 都是为了帮中国公民 有些人 现在当然是说 中国就是用这些东西去 迫迫那些流亡的人士 就是那些異议人士 迫迫他们回到中国 我其实就不太相信有这些情况 当然你说 你一直都是支持大陆政府的 所以你才这么说 不是 你要想一想 究竟 就是 中国政府他够不够胆 这样做 如果 当地政府是同意了 譬如一起可以 巡逻保护 中国游客的安全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没有 有些人就是那些異议人士 其实那些異议人士 我都不认识他 他究竟是什么人 没有人认识的 那些異议人士 其实是 他就自己 就被 这个中国海外警务中心 打电话去威胁他 他就说 你一定要回到中国 解决问题 你还想见一下 父母 是不是 这样 接着他就说 他的指控就是这样 他就说收到一系列的恐吓简讯和电话 他就说 这是中国特工精心策划的 之后 有人就发送了 我要杀了你的信息 就用 还有枪的图片 那 那 为什么说我不信呢 图片也没有 如果你收到短信 是不是 你抓一张图片 出来给人看看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信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老大陆 在意大利的合作项目 我都记得是 但是 现在西方的指控就是 中国就是利用 和某些欧洲国家的合作项目 来扩大 那个 范围 现在就包括去搞那些異议人士 那我就不信了 老实说 我不是很同意有这个情况发生 当然我这么说 现在一定可能 就会有人说 我是 就是 就是 隔盲撑 这个内地政会 一定会有人这么说 也有人会说 你这么说 就是帮共产党洗白 而已 我要说 他没有必要洗白 因为你自己想想 一件事先 究竟现在的指控是否合理 我到现在都认为 那些指控是不合理的 是乱说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 没有人拿到照片出来的 他说 有人送了 我要杀了你和有枪的照片 那你的照片呢 没有的 他就说 向荷兰警方通报 就是有一个异议人士 他就说 他就说 他自己会怕 这个中国政府会派特工来 堆垣 那样 就是很坦白地说 我就真的不信 是会搞这些事情的 那 而且 那 中国的大使馆 其实是 否认了这个报道的内容 那 那 中国的大使馆 他当时怎么说 这个是十月尾的时候的事情 他说 我不知道有这些事情 也未参与所谓 海外警察局的设立 那 那个声明也说到 就是中国的司法和执法部门 严格遵守国际规则 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 我认为 这个不单是外交部讲的话 而是真的 其实有很多人说 什么海外警察局 其实就是海外有一些 中国公民服务中心 这个其实是有需要的 条 根本是 有很多事情 都是要找公安部的人去做 有很多人用人情卡 但是 人情卡的一个风险就是 那个人情卡 你去找他帮你手的人 他是可以 整鬼你的 在内地那里 因为他要拿你的印章 那些 如果他是有 立身不良的 他是可以整鬼你 有些人当然不信 不信人 所以 为什么在海外 会有这个 中国公民服务中心 这个是 其实是有实际的需要 现在当然 在西方那里 他又多了很多信息 就是不断去说 现在 现在 开始迫那些贪官 那些 回来 其实是否真的有这些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 其实在外国 劝反那些贪官 他都不是警察去做的 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 你说有没有劝反贪官的工作 有没有人做 那我就认为有的 而且 这一件事 之前好像有新闻都报道过 其实就是 有人会做这些 劝反贪官的事情 之前在国内的新闻都有说 因为 国内试过迎接一个 就是 成功劝反的贪官 但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也都要外国政府的配合 就是 他同意你去做这个劝反工作 才会去做的 这个 据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当然 有些人就说 不是 这些是 迫他们回去的 我认为是迫不到的 为什么呢? 据我的了解 就是全世界 也有很多中国的贪官 就流散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就是 有一部分 现在还是很活跃去支持 比如说 衰公义 和郭文贵那些人 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有办法 去制造一些影响力 一些舆论出来的 他们有钱就有办法这样做 现在 我觉得 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呢? 就是 有一帮人 其实 不管什么都好 他们做来做去都是疯狂去抹黑 这个中国政府 任何 有位置进去的地方 他们就会 乱差地来 其实是疯狂去抹黑的 如果你说 ... 中国的海外警察 很多 去到美国都是大把 我其实是不信的 这件事 为什么我到现在都不信呢? 就是 因为劝反贪官的成功例子 实在是太少了 如果你说 在海外真的做得很厉害的 在海外很多这些 做劝反贪官的工作 那我就 不认为是 很多这件事 现在施恩恩 他当然是要 炒热一下 这件事 他放在封面的昨天 但是 我就觉得 喂... 没有这些事 我就觉得 不是很妥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 我不太相信 有些国家 当然是 跟中国政府合作 我觉得 那些跟中国政府合作的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主权 他们可以自己选择 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就是说到 中国就有很多 海外的警察 全世界都有 打压 这个 中国议议人士 那我就 不相信 因为 议议人士这么说 就是 放出来 就是 让你去流亡海外 其实已经是想不理你了 其实 中国也没有有因 去劝反那些议议人士 其实就是 是没有这个有因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 你说如果劝反贪官的任务 我就认为那些是有的 就是劝反贪官 或者是那些罪犯 你说是不是逼他们回去 如果有引渡程序 有些根本就不需要逼 很多时候 就是劝反那些 其实就是 我觉得是贪官的那些 我的看法就是 当然 有些人 就说 喂 现在中国做的东西 是不是可能 在海外都有警察 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 就是这么说 这个世界 所有国家都有特工 那些东西 现在 中国找警察去做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把所有东西 都放在阳光底下 你说劝反贪官那些 喂 找个特工去做都行 需要什么 那个 就是 警察去做 就是 警察去公安是有的 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之前新闻也有报道 我觉得一些问题都没有 其实就是 因为这些是放在明面上的 还有 你是找了其他国家去协助 一起去做这些东西的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如果你用特工去做 就像美国佬那样 他随时抓人都行 其实美国其实事实上是 因为这样的 美国他试过的 之前 又在意大利做一样东西 他就是CIA 他就是在意大利捉了一个 怀疑是和911有关的恐怖分子 一拉拉了他去关塔那摩 其实是 他直接没有回去美国本土 他直接抓了他去关塔那摩 有件事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 是不是 中国做这些东西就不行 美国做这些东西就不行 其实这个我也要说 关塔那摩那件事 CNN的报道里面 他也有提到的 就是 那时候C1A 他有一件丑闻 那些东西 其实还有就是 你说其他国家会不会有特工 俄罗斯也试过 俄罗斯也试过 俄罗斯也不承认 我说真的 我是信英国佬的调查 英国佬他说 俄罗斯 他有份去读一些人 有一两宗 我觉得真的有俄罗斯的受影 全世界的国家都有特工 很老实说 另外一宗就试过 就是 法国特工 试过在新西兰 诈尋一只 绿色和平的船 是不是 就是 很老实说 这些东西 都会有的 那中国做的东西 其实 比其他国家用特工做的东西 就 好很多 是不是 辉日人的共同体说 美国境外驻军 这么多地方就行 中国怕警察 保护国民就不行 什么道理 所以他炒热这件事情 有些人想炒热 说到是中国威胁 但是 我觉得 现在体现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 这种做法 反而是比用特工去做 可取得多 因为特工去做什么呢 很多时候 就是逼一些人回去内地 或者 直接是 杀人 但是你说特工会不会这样做 就是 我就不敢说 这些牵涉到 一些敏感的问题 但是很明显就是 在美国就有特工是搞这些事情的 就是 将一些人引起 美国国内 或者 扔他去 这个 叫做什么 关塔那摩 刚才我有个口误 刚才我说了 内地 其实我想说他们的国内 这个要说清楚 你说 全世界是不是都有这些 我觉得 全世界国家都有特工的 我觉得 中国也会有特工的 就是我认为 但是 中国 会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想说 任何 会违反国家安全法的东西 那 有特工这些事情 很正常的 全世界都有特工的 BNO祖国也有007 是不是 我觉得 一点都没有问题 就是 特工这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 会有这些事情 那 你在别人那里做事 那会不会有些犯法的行为 以色列那些也有的 但是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中国现在在做的事情 中国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 将一些事情 在阳光底下 其实 很清晰的 有些地方 是直接帮他们的 譬如在南非 南非 他就有办事处 我认为 我觉得 一些问题都没有 很认真地说 在南非 如果真的有 中国的警察 那 我觉得反而是好事 南非有很多中国人 你起码有 办法 保护到中国旅客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 还有就是 在塞尔维亚也是一样的 塞尔维亚就是 中国的警察 和 塞尔维亚的警察 一起巡逻 其实就是 帮当地的警察 去处理一些 牵涉到中国游客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 一些问题都没有 那 那 在南非 他现在建设 海外华人服务中心 我觉得 一些问题都没有 对不对 还有 大家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减少预防社区犯罪 对不对 那 其实 一定要说清楚 就是南非 不是警察 那些就是 非盈利 非盈利 性的协会 但是现在 有些人想把这些东西 烧到同乡会 那里 就是现在 有些地方 他说要撤查 其实他会查同乡会 其实就是 在我们这里 昨天就有信息 出了来 就是要查这些 这些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同乡会 来的 就是要查同乡会 所以 整件事现在很麻烦 就是 你和 乔慕那边的人 有些联系的人 都很可能会被人查 在外国 结果 现在就是 他弄了这些 新闻报道出来 有部分的人 就很生气 就觉得 为什么你会有 海外人事服务部 那些东西 他就硬地说你是警察 当然整件事就不适合了 施祖祖也说 跟美国军事基地 是同一道理 我又不是很觉得 跟美国军事基地是同一道理 我就觉得 主要都是帮回 中国海外的公民 中国海外的公民 因为现在这个数字 都很庞大 有些国家是 在不同国家 都有很大数量的 中国公民 有些服务 提供给中国公民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当然是 渴染到主要是 打压那些 异议人士 其实这个说法 也是很离奇的 我觉得 异议人士很多 你让他们出国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不理他们 已经算是不理他们 你让他们保爱就医 然后他们离开了中国国境 其实已经不理他们了 我的看法就是 根本就不理他们 这些 S就问有没有贪官回到中国 其实是有的 因为之前是有报道过的 有贪官是真的被成功劝返的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父亲 他肯定每年出国旅游的人 就有成亿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语言不通 你去意大利 去塞尔维亚 那些中国人 我想九成都不懂得 讲当地的语言 如果出了事 都是要找人帮忙 对不对 那算了 说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可能你觉得我是在盲撑着 但是 我就告诉大家 有些东西 你放在阳光底下 就比用特工去做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 你用特工去做 有些东西 其实就不适合 现在西方想做一件事 就是想将这些 在阳光底下的东西 讲成跟007 那些特工组织有关系 那我就 不相信 其实就 那些二二人士 加加就说变相是帝界出境 那 其实是这么说 你自己留意一下 那些海外民运人士 究竟他们做了些什么 还有他们去了海外之后 其实他们基本上 大部分 绝大部分在国内 都是没有影响力的 其实就是 这种做法 其实 行之是有效的 那些人也不会被劝反的 那些二二人士 我认为是 其实有很多情况 被劝反的 主要是贪官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主要是贪官 好了 来到这里就算了 明天再见 就这样 拜拜 嗯 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